今天要來喝養惡多跟吃那個雞皮 這兩個東西他是有故事的 以前 家裡很窮 出現養惡多 真的是驚天動地 很開心 然後養惡多怎麼喝 把這個打開 然後 然後 這樣喝嗎 不可以 不能這樣喝 為什麼 因為 一下就喝完了 所以要怎麼喝 老貓就想一個辦法 他就拿一罐很大罐的水 說 透水喝 殘水喝 這樣子 小小的養惡多 就可以喝很久了 可是本人小時候就算 蠻聰明的 就 回到羊惡多 可不這樣 養惡多跟水 喝你還好 先把羊惡多關下去 這樣一來 有養惡多的味道 二來 有滿足你要求的 喝水了啦 然後 老媽不停 你這個孩子 怎麼不太膽 叫你阿倩惡多 然後整罐 羊惡多 就跟水摻在一起 喝下去 不知道在喝什麼東西 你本人小看那種 老環燈的藍 老環燈 他的 邏輯又搞不通 譬如說那個 坐火車啦 你乘中 搭乘交通過去 是怎樣 越快越好嘛 越找到越好嘛 可是有的人 太邏輯不一樣 他會覺得 他要花同樣錢 做越久越好 這樣CP值最高 所以 你無法伺服他 因為他的 大腦已經這樣子 以你的智商 以他的智商 你會很難跟他解釋 這件事也一樣 你先喝羊惡多 再喝那罐水 跟餐在一起喝 喝 你要如果掛進去嘛 為什麼不能用 本人的方案 那就是 雞屁 雞屁 就跟前面講的嘛 家裡什麼 雞屁股出現一樣 是今天東西的事 那時候 想說 這樣吃 吃太快了對不對 本人吃雞屁股怎麼吃這樣 先吃一下吧 然後爬飯 好多口 然後再吃一些小 我要爬飯 老爸抓到房子了 看到這樣子他就很不爽 現在是怎樣 家裡很慘 沒辦法給你吃雞屁股就好了 本人 本人小時候就很 誠實嘛 跟他說 對啊 家裡真的都很窮 下場是什麼 就跟你想的一樣 太誠實 不會有好下場 小時候聽到一個故事 就是那種 華盛頓 砍倒櫻桃是不是 那就是後來呢 那故事騙人的 他一定被阿爸揍 窮啊 窮到底多可怕 他有兩個面向 一個是物理上的 那窮的人家裡都這樣 會怕下雨 因為漏水 這不是連續去遠的 這是真的真的是 每次只要一下雨 就去拿兩人 準備終於 我還剩下雨 一定追不著 因為 還沒在那邊滴 恐怖 就是 物理上的 窮 更恐怖是什麼 心理上的 一個 一個 很痛苦 很痛苦的人 他會讓別人痛苦 像一個 父母嘛 家裡很難維持 他會很辛苦工作 他就會想 這麼辛苦工作 要有個回報 那個 回報是什麼 小孩的成績 感覺是 沒有關聯吧 你很努力工作 小小孩 成績會很好 點就是 根本沒有那個關聯 可是 他們就是會連結在一起 而且會認為 理所當然 所以 討論小朋友 最怕那個成績淡淡的時候 特別是窮年的小朋友 成績淡回來的時候 打開 有紅色 就是 就跟你想的一樣 本人的經濟 並不算好 可是 本人是單的 想吃 雞心 想吃雞屁股 想吃炸雞 想吃胖老爹 OK嘛 買外就是 可是 假如現在結婚呢 有個老婆 有個小孩 去買炸雞會怎麼想 算了 還是吃普世好了 還養得多 賣養得多 算了 還是喝白菜水 人 有必要這麼悲哀嗎 我來吃飯 我來吃了 我來吃了 吃個這麼快 好 我們可以吃